好 各位同学晚安 这个刚才有同学讲说呢 外面下着雨啦 这个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上的是改变的决心呢 看到这个改变的决心呢 这个不来好像什么 这个好像是不行的样子 那各位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习惯 我们都是容易呢去放弃 我们过去呢有很多的观念 就是能脱呢就脱 那我们今天呢要上这个课呢 刚好符合了风以身信心呢 所以今天大家呢 上课啦有福啦有福气啦 因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好讲 我们今天呢要讲到让你改变 我们今天要讲到语庭知道吗 如果是语不庭呢 你就不能够下课哈 看公看乎会庭喔 嗯 好那各位呢 那各位呢请你看讲义啊 你多少讲义的吧 没有讲义的同学赶快去拿 各位我们人生智慧呢已经讲三个月啦 但是那是讲第一章呢 我们先来讲第二章 第二章叫做正确的观念 所以这五个字足以影响你一辈子啊 人生过得好不好呢 那就看你的观念呢正不正确 你的观念呢决定你的人生 那你你什么时候把观念改变过来 你的人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快乐 成功幸福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总是偷偷拉拉 所以我今天的课呢 不要让你偷偷拉拉 今天的课呢就是说呢 要让你做个决定 所以各位哦 今天想要的没法改变的 哦这你就不能来了你知道哦 啊 啊 那各位呢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呢 看一哈 第一 啊各位正确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一定要来自呢正确的学习 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四点 今天要讲了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呢就是改变的决心 这个今天有新来的同学没听过的 上网路去听 好各位改变的决心呢 这一点呢是最困难的 各位为什么是最困难的呢 举个例子 你今天去上课也好 你自己听演讲也好 你自己看书也好 你不会变呢 那些等于人 所以各位 有的人呢 有要看识 但是他不会改变 有的人喜欢听演讲 那听了就算了 那有的人喜欢上课 下课就忘了 差不多都 都差不多这样而已了 但是各位 但是我很少看过呢 听了一场的讲座 或是听一节课 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 我很少听到 但是自古以来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诸位你看 六祖会能 听人家诵经有没有 一听呢 他的人生就转变 那很多的人呢 也是这样的 各位我讲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呢 大家一定很清楚 叫广青老和尚 各位广青老和尚 他们以前也很散 所以他们都常常 去山顶 去拔茶 意思是说 去做茶就对了 但是有一次 那茶 那茶都放在 那茶面上 有的人 想说 已经凑茶 累不累 有没有 所以要走 很累 所以 他几个朋友 落坐在 茶顶 对那茶 在哪里 广青老和尚 就有一个意见 觉得说什么 这个坐在上面 好像很危险 果然啊 那一天什么 就发生的事情 那些工人 有没有 就是因为呢 坐在哪里 那个车子的上面 所以跌入山谷 就死亡了 广青老和尚 看到这一幕 他就决定出家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一天 都看到 隔壁的 做菜工 有了 看到看到 对面的 你往生 看到 人生的生老病死 但是诸位 但是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别人 不会怎么样 我们看到 亲人会伤心 过一阵子 又没怎么样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的决心 你到底快不快 那各位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改变 这个正确的观念 不是说 你一定要怎么 而是说呢 能够足以影响 你这一辈子 不快乐的观念 你应该 在最短的时间 去改变 不要去拖 人生没有太多的等待 真的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让你等待 那也举一个例子 我们经常看一个 孩子在拖 但是各位 你看看 一个孩子在拖 他可以拖五分钟 他也可以拖一分钟 但是诸位 我们是大人 也会拖 会拖吗 会拖 你现在拖都拖多久 都很久 都很久 我先问他 你在拖多久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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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就好了 现在不会中 现在用妹妹就好了 各位 有人讲说 那人呢 是感情的动物 说得好听 人是情绪的动物 那各位 那我举个例子 对不对 情绪 你可不可以拿掉 各位 情绪是你的毒药 你可不可以 把这个东西拿掉 你为什么要把情绪 对不对 带在你的身上 或是说 你要 为什么把它晃这么久 不要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去讲说 要去讲说 决心要去改变 各位 那这个决心 请你就拿出来 你真正杀出来 主位 你拿得出来 你才会相信你自己 你相信你自己呢 你自己才会成就 不然你是不会相信自己 主位 运动 依旧不运动 写日记 依旧不愿意写日记 那主位 你敢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不相信你的成功 所以呢 你应该把这种观念 很彻底的 就要改变 那什么时候 是什么样的动机 是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够让你改变呢 主位难道你要等到家破人亡吗 你才会改变呢 各位我讲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 以前做什么事件都失败 但是他有一天怎么办 回去运动 他刚才在航空就看到有很多怎么办 那个 救火车 那就是说救火车经常看了没啥 救火车经常看了 你修那间哪有什么样的云导 哪有云导 结果他果然 对 往前冲 看到呢 就是他家 对 化身火车 所以呢 他的太太 还有两个儿子 葬身火苦 诸位 这一件事呢 改变他一辈子 接着之后呢 他松疏板掉 他去做啥 他去做保险忧援 也就是说他把他自己拿好 这种切护之痛 亲身的经验 有没有 他用他真实的故事 然后他去推销保险 然后他去告诉呢 对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 未以筹谋的观念 以及保险的重要 所以 做得很成功 他现在一句话 他现在一句话 都贪差不多四五百万 因为我以前是他公司的顾问 我这四人 贪最多钱 就是在他们公司贪 我以前做他们公司的顾问 一句话十五万 很轻松 一离拜这四天 跟他们贪在胸口 但是主位 但是 你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然后你才会气是不是 那各位 那像我们一般都觉得说什么 觉得说 我又不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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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这样你就不会去觉醒吗 各位不需要这样 我们今天所讲的一种的决心呢 并不是说 我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才决定去改变 所以像我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同理合正 像你 你也并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那如果你有发生事情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不可怜 因为世界上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 好 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意思就是说 谁家没有意外 谁家没有生老病死 谁家呢 没有呢 其他的一个事情的困扰 每个人家庭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挫折 你应该走出来 那如果你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有没有 从此要小心谨慎 各位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去谈这个东西 改变的决心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没有人 有办法说叫你变 没有人 父母没有能力叫子女变 除非你信 除非你信梦 叫做梦母 各位 梦母要改变梦子 还要几千 三千 好 那我问你一下 我问你一下 来信业 我看你做梦母 我告诉你梦子 你觉得呢 是梦子的母亲改变了梦子 还是梦子自己改变了自己 除非这个答案是这样 不相信你回去学梦母 你梦母 你梦母跟他断居住 对吧 你现在在记住在那边 你女孩就不认识 你就啥叫头 在电视怎么办 他说给伴 你看说给伴 你女孩的 因为你说伴怎么办 他从此拿着焕花突强 各位我的意思是什么 梦母有没有影响力 他当然有影响力 但是呢 梦子不警醒 也是不好 所以呢 各位天下的父母亲呢 想尽办法 会尽苦心 就是要让孩子好 但是呢 总是呢 被孩子呢 伤得了遍体灵伤 所以我们的另一半 总是呢 为对方付出 为对方尽心尽力 但是对方呢 还是不会想 还是花天酒地 所以各位 那你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对方没有人性吗 各位我跟你讲 任何人都有人性 问题呢 各位坏人 他也想好 只是他没有决心 让他自己什么 变好 所以懒惰的人 他也想变成一个 勤劳的人 只是他没有决心 能够让他自己变勤劳 所以 所以你都可以看 那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呢 他也想尽办法了 对 要变成一个大学问家 不过每次找人 开开什么就得咕咕咕咕 他就没决心啊 那各位 那你要修行 还不是如此吗 那各位 他是他必须 不是他必须 是你没决心去谈 找他必须 不是找他必须 是你没决心 好好去设 各位 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 今天来这边上课 我们的层次都差不多了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我们最大的胜负关键就在那谁有决心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胜负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了 好请各位看讲义 看讲义 第一开始 为何要改变 因为错误的观念 会造成偏差的行为 而形成痛苦的人生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 你这一辈子要改 要改三个 你要改变 要改三个 第一个 就是你的观念 第二个 就是你的行为 第三个呢 就是你讲话的模式 你这四人你就注意 你就是要改这三个 这三个改过的人生都变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分析的 三个最主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要改 各位 从讲义 一 这个该已经很清楚了 观念只要是错误了 到最后的结果呢 一定是痛苦的人生 主位 举个例子 一个得过且过的人 他的晚年都是很凄凉的 那一个吊儿郎当的人 有没有 他这四人是 一定是剪较 求格 这就不用说了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观念已经很清楚了 不用去谈 所以各位 所以人家说要赏名 主位 你们都会赏名 你们就是要赏名 看现在的形状就知道 后来的结果 你就是要赏名 主位 也就是说 过去 受到 你现在的样子 你现在的样子 又会受到 未来的结果 我以前在教义经 学生 不敢叫我算命 不敢叫我扑卦 是因为呢 我不用算 也不用扑 就义 马上就可以把他倒穿 倒穿说呢 你现在什么生活 各位举个例子 一个犹豫不决的人 不能成大器 我们现在在座位的人 你主人 你是犹豫不决的 举手 我知道什么人 举手 什么人 整个 整个 好笑 会好举手就好了 好 那各位 那一个太主观的人 有没有 他这辈子 一定会判断错误 因为他太主观 那座位 有时候呢 你经过无数的成功 只要一次的错误 你的江山就会垮掉了 不再万里长城去那里 就梦将你靠着来 就随便了 那各位 那所以说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这种概念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今天抓住在哪里 抓住在你的观念 你的观念主导呢 你的行为 你的意愿 所以你今天抓住在你的观念 那各位 你的脑袋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除非你自己 各位 你自己就是脑科的医生 你自己拜托 你去改变你自己 去检测一下 好 所以接下来看讲义 又如何改变呢 到底要怎么改变 即是修正错误的观念 这几天 即是修正错误的观念 关正偏差的行为 即导正不良的原意 各位 我现在谈几个简单的概念 做一个比例 修正错误的观念 好 各位 我们内在的错误的观念 几乎是全部 各位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为什么讲说 我们内在的观念 几乎不是全部呢 因为你不快乐 因为你不自在 因为你不慈悲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的观念 说实在的 你要找到一个 很正确的观念 都很困难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谈几个观念 谈几个观念 诸位 你看联系剧呢 联系剧呢 的观念 有没有 十个呢 有九个是错误的 联系剧 你看联系剧 你看小说呢 也好 这个诸位 我们常常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 会问人家 有没有命运 有没有命运 什么天主 听 那人自己呢 是不是有文气 人是不是有贵人 诸位 诸位 你这些概念 我可以问问你们 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 来宝人 有文气 那两句吗 文气 不是气缸 知道吗 是文气 要有什么 你意思是说没有文气 春晨 有文气吗 没有运气 你这辈子 有没有遇到好的 好的运气过 这辈子 你遇到我呢 是好文的拍文 哦 上辈子修来的 是的 我才真拍文 上辈子就跟你熟悉 所以这 所以在里面 有很多的概念 我们不见得 能够很清楚 去谈出 所以来 包括说什么 包括说 不懂鬼神的人 他可能就会被 了解鬼神的人 去掌控 然后去恋财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我们里面 有很多的观念 是不太正确的 那我们今天 要用一节课 把它讲完 实在是怎么样 哎呀 真坏说 哪有可能 我这样 这头盘很浮沉的 修理一节课 就要跟他讲了 但是各位 今天一节课 就要把你讲完 听误就出文 知道吗 听误就出文 那听不 继续拍文 还看你听误 听不懂 所以当然你要修正错误的观念 好 再来第二 端正的偏差的行为 端正偏差的行为 这个主委呢 端正偏差的行为 你们现在都不要电当 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动 就是不要动 还在动 可以呼吸 不要动 你们每个人 做词都不一样 主委 他坐这样跟坐 跟他这样就不一样 那主委 对啊 你看看 他也吐厚道 他也吐厚道 他吐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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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意思 主委 你没去观察过 你自己的行为呢 主委 有的人 站起来很有办 风度偏偏 对 有的人 站起来 想说要参与 有吗 那主委 那你有没有去观察过 你站有站向 座有座向 或说你自己的走路 自己有自己的魅力 跟自己的风度 你到底你有去观察过吗 主委 就像有的人 麦克风 没感觉 有没有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说 你现在不是要去端正你的行为吗 那各位 那你的行为一定是从行驻座 开始端正 我们洋市民 每次坐都坐在半车窟窿都坐这样 各位 后天 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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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对不对 保险 他来 他来 这是为他好 对吧 我一定牵到你摆肛 但是各位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坐姿 为什么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坐姿呢 我讲一个民间故事 明太祖是谁 草桃红武君 对不对 各位草桃红武君 这个有一次呢 刘伯文呢 各位 因为刘伯文本来呢 也是呢 当什么 这个 地方的什么 这个 这个 县官 那因为那是百姓的困苦 有没有 所以他才开什么 国库的银梁 有没有 然后去救地方的百姓 主要那叫道用什么 公款 所以他把国库打开了 他也怎么 糟糕 你知道吗 糟糕 但是呢 当他一到朱元璋 他一看到这个人 刚开始看到 其闹不痒 谁过后边看 怎会糟糕 哇 各位 结果他想说呢 他看错这个人 结果有一天看朱元璋在睡觉 有没有 他说天啊 这个人在睡觉呢 那个像是天子什么 知像 主要 我们在睡觉呢 我们在睡觉 躺在像 像像这样的现场 有没有 用那分别 有的 像像这样的现场 躺在 很难看 那 诸位 这是真实的 对 虽然呢 我们没有见过古人 但是你应该去相信古人 假设今天啊 假设今天诸葛亮坐在这里 你放心 他的坐是一坐起来 有没有 就天下第一金师 他不可能 坐起来 怎么哭泪 不可能 他一定啊 有这个班 那诸位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行为 你平常有没有观察过你的行为 所以有人讲说呢 是什么 格 什么格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叫你去雕塑 一定要到 一定要到妹登峰 我不是要说雕塑这个 你说去雕塑你的身材 不是 我意思就是说 雕塑你自己的气度 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叫做大将之风 对 为什么有的人一看有没有 对不对 不堪啊 这个使用 那各位 那你们一定要培养出来 就像我们的 就像我们的学会 我们学会呢 有培养讲师 但是各位 培养讲师 就是说哎呦 这个人很厉害 说的 是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人虽然很厉害 说的 他就没有那个阶 他没有那个格局 很奇怪 他就是没有那个阶 那各位 那原则上 有的格局呢 他会慢慢的去变化 他会慢慢的去塑造 各位 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就好的 我在25岁之前 人家常常这样形容我 他说王某某很轻浮 杨嫂你看我 我以前也很轻浮 你知道吗 很轻浮 就是 就是 以前去公司 看到人 就开党 开兔 当然很轻浮 但是各位 但是当有 但是当有 当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我很轻浮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说 怎么样 但是当他 很多人都跟我讲 很轻浮的时候 有一天我的生活 我哪去拆着 我是很随和的人 我是很幽默的人 既然在你们眼中 我是一个什么 轻浮的人 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不轻浮 我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不轻浮 你说什么 我跟你讲话 我一定没跟你搁到 所以 有人在说的时候 打来打去 有没有 打来打去 好听说 对 打是请 骂是爱 打到打来 有没有 好 怎么 怎么中来胸 在搞入境 那主委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是可以改变的 你如果要变 你现在就可以变 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 我定性 或者说 我是怎么样的人 各位不需要 各位不需要这样子 各位我举个例子 各位今天来这儿 听口的 没一个感受 为什么今天来这儿 听口没一个感受 因为感受 还来听口的 感觉很減小 你知道吗 各位这什么心态 各位 所以一样的道理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观念 认为我现在在说口 所以 我就不来听口 因为我在说口 所以我就不来听口 主委 你是讲师 你是什么样的讲师 主委 所以这个观念 假设 落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他就会害你 他就会害你说什么 对不对 你不会再去成长 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概念认为说 你说 哎 师 说了 说了 真心 还是说 说到什么 我做不够 我今天没办法 所以我放弃 这也是你的观念 主委 那个也是你的观念 所以各位 你要试着 各个 各个看到你观念的陷阱 而不是看到 别人怎么样的 主委 你不用看我 你不用靠近一点 再看我 我还是有皱纹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到你的观念就好了 你不用看我 你只要发现到说 你的内在 有很多的陷阱 这个陷阱 它一直存在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各位 断正的偏差的行为 你现在下降的时期 你自己要稍微观察你自己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跟人家讲说 有没有 你斗见难斗平 有没有 你脚不要在那里准 一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呢 对不对 你所有的举止动作 你自己观察自己 所以你慢慢去观察你自己 你会发现到说呢 你的行为越来越端庄 当一个人的行为越来越端庄呢 他的自信会升起来 作为失忆的人 他都不会抬头挺胸 你有没有看过失忆的人抬头挺胸 我没看过 从理可证的 我也很少看到抬头挺胸的人 很失忆 对不对 各位 我也真的是很少看过 各位 你也有没有看过呢 早上去乘勇 下午呢 去打田医生 这样的人失业做得很失败 你有没有看过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是直接做得很失败 但是主委 不去打田医生 不去打田医生 就感觉思考做得不成功 过来就怎样 辛苦白天 你知道吗 所以我给各位建议 行为虽然是外表 但是呢 外表可以影响内灾 内灾可以影响外表 你要去改变你的行为 那所以改变行为的方式 事实上有很多 有很多是什么呢 主委 你改变行为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要跟他看人 我们的同学 都没有跟他看过 都没有什么跟他看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主委 你要看人 你一定要看人 但是你要看人 你要注意看人 你看人 因而上 不是锐利 你看人不能锐利 你看人要温和 那种温和 散发出什么 关心 散发出智慧 叫两个同学来 赶心来散发看看 ffong 合com 来 来 彩赛出来 厉害出来 来三立出来 厉害三立出来 看到这边 利ory 看到这边 看一边 然后你 我点到的人 要讲 你要真心的讲 他的眼神代表 你可以讲说 他眼神根本涩眉眉 有没有 来请用你的眼神 什么叫眼神看 每个人这样看过 清楚的看 也请 这个诸位同学 请你的眼神看他 30秒让你看 来开始看 两个人蒙眉眉 谁先看了 大家都看了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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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一片什么 呵呵呵 三里看了吗 看了吗 好好好 对外边先说 对外边先说 哪个心事 三里头看你干什么 是什么干什么 不知道 不管你这些人都用偏见 连干什么就看了 不知道 来 新平 三里什么干什么 讲真的 没有睡吧 来咧 讲一下 蛤 整个我问两个人都没那个我说 我看是不是这个开始来先教官人的技巧 你们看一个人讲不出手以来 我来找第三个 来 阿龙来来来 什么眼神 讲一下 看起来很不自在的眼神 你看看 别人家做灾胸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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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边 这边 啊 来 学 学先生 什么安心 好好先生 我叫桃花眼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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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先生 啊 来 这位先生 说说看 哎呀 你讲最標準 因为你都没什么关系 你讲最標準 还好 还好 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位先生 他不太 没错 哈哈哈哈 我真的这么贵 哈哈哈哈哈哈 好嘞 掌声鼓励来 回去一下 来 这个诸位 这个常常有很多人来找我 我们坐在那边泡茶聊天 对 我都会看对方的眼神 但是眼神真的能够很自在的很少 真的 那如果他的眼神很自在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有内涵 好 我们不要在那里说 来家就说四十五斤啦 我们不要说来家就说 那辱到四 不要说那 我们只要看我们 对 坐在一起 那种的态度 那种的眼神 对不对 当我们眼光交错那一刹那 就差不多知道了 那主位这是行为的一种 你怎么可以不练习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常常去应征 各位主管 在做那个 interview的过程 看到应征者 主位 那你说呢 有个眼神爱睡爱睡 那里里表根本就不用看 主位 他拍手我也是他 也是他夾掉 眼神就爱睡爱睡 有的眼神飘不定 主位那不用看 那有的人根本不敢看你 没有自信 不堪重用 也不用看 有的人眼神 都看你额头 额头 奇怪 我敢用战 有谁第三个眼睛 不然你常常都看 都看我这 主位 这种人说到我慢 那有的人 眼神虽然敢看你 讲话 有没有 这样 滴滴堵堵 那叫撞出来的 所以主位 你的行为呢 你的行为 已经被他观察了入围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主位 这个人呢 有这牌吗 我跟 我跟去外面 看你家庭 我就知道你有这牌吗 主位 你知道你家庭 你家庭什么 你知道吗 你敢看过 家庭人是 起这边就起这边 好吗 如果起路 起路坏的人 就代表走路怎么 所以 你如果没有发现 后星期 去做一段时间来 那这位 这个东西不是都很清楚了吗 但是你一直 可能没有灌得到行为 但是你要知道 自古以来 所有的高人 他都是很容易 对官人 都是很厉害的 他在看人 很厉害 所以 所以由于呢 我们看人 可以很容易去了解他 所以我们跟他谈事情 很容易呢 对不对 到底要不要配合 到底要不要做 我们很容易促成一件事情 不然觉得不适合 有没有 就不要耽误时间 所以各位 你刚才要送亲 一定要带我们人去 你如果带我去 我看你带 你带我 我忘记了 几个例子 我记住了 这个叫傻 这个要做事 那之为 但是你学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批判别人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买到一步 我们是要去观察 这个人 这个人 他适合做什么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的人 你不能够跟他开会 有的人 你不能交办他 做任何事情 有的人 你不能够让他参与 为什么 尘世不足 败事有矣 因为我的人 有没有 不要说三秦孔民 有没有 三十秦 你就要怎么 你就要去给他账 所以诸位 这个社会上 我讲一个很真实的现象 是少数人在领导多数人 是少数人在决定 是多数人在配合 你觉得怎么样 这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当你去明白这种的道理 各位你要好得去 端正你自己的行为 你自己去学习 那个气质会培养出来 各位真的会培养出来 我刚才小时候 看到的空灵 我就常常在看 所以我常常 我们阿嬷都一支贵士 你知道吗 各位 以前老大人在睡 都招蚌头 我阿嬷都叫我 三贵士 你知道吗 好 阿嬷阿嬷 那叫什么 那叫皇太后 你知道吗 但是还有大家 那叫皇太后 阿嬷阿嬷 五贵 各位五贵 我们以前五贵就怎么样 对不对 阿嬷阿嬷都招五贵 会到我阿嬷 我阿嬷就睡了 我就想要这样 这样 主位 阿嬷阿嬷 那个 那个屈子就怎么样 都出来 所以各位 我的三贵是阿嬷 我买到了老师 老师哪在做宰公呢 所以各位 你的气质 你应该看得出来吗 你一定有你的气质 你如果相信 一个包包 背着 你们每个人 在拿包包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包包背着 那就起手要跟他搬 一样那些包包 有的人包包背着 唉呦 真 那种什么 那种书香气质都出现 你又想记得怎么查这个 所以有时候你讲不是所以然 各位你真的讲不是所以然 那是因为呢 你没有好观察人 所以你不知道 出在哪里 所以各位所以呢 你这个部分呢 没人会跟你说 你自己 要注意自己 再来第三 导致不良的 原理 出位 你在讲话 假设你不会讲 你慢慢讲 各位假设你不会讲 你记得慢慢讲 你在讲话 记得不要讲宠物的话 什么叫宠物的话呢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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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观察你自己 你的讲话会越来越进步 但是你先用慢的方式来讲 因为呢 你以前讲话是讲话 你现在是讲话跟观察 我在观察我讲话 以前你只是纯粹在讲话 那不一样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哎呀 讲话不是那么简单 讲话有很大的学问 而且呢 而且呢 我讲话常常啊 有没有 都文不对题 或是说我常常讲话都是重乎 那你要从这边来去呢 知道说呢 你自己的讲话到底是怎么去修正 所以这个我们改天呢 有另外的课 所以我们去谈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去谈这个部分 所以呢 为什么要改变 当然你就是要修正这三个 要去修正这三个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 那改变有什么好处呢 可将不幸的人生呢 变成幸福的人生 可将痛苦的日子 变成快乐的生活 可将错误的想法 变成正确的观念 可将失败的过去 变成成功的未来 诸位 以上我所谈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的吗 既然是你想要的 你为什么要不到呢 难道呢 是你的命运吗 不是你的命运 是你没有学习 难道是你没有学习吗 不是你没有学习 是你没有改变 难道你不想改变吗 不是你不想改变 是你根本没有结写 我这样说过了 一段一段给你插进去 你一定不在 讲完老半天 看完就是你 诸位我一定相信呢 乞丐可以变皇帝 麻雀可以变凤凤 我一定相信 这就代表说什么 乞丐愿意学习皇帝 麻雀愿意知道说 那对凤凰是什么样子 那诸位 那我们呢 我们既不是乞丐 我们也不是麻雀 我们是凡夫 我们愿意呢 变成一个智者 变成一个 自有智慧的人 变成一个最幸福的人 最快乐的人 诸位 这是我们愿意变的 所以当你去明白说 改变有这么大的好处 那你还不要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就很无意识 你知道吗 对啊 他可以这个样子啊 所以有的人 在自己的家族 常常被他看不起 所以他不是呢 自暴自弃 那不然的话 有没有 他自己呢 就恼羞承诺 变成家里面的 什么头痛人物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诸位这个社会上 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从小到大 每个人都想要成功 只是 没有办法成功 那既然没有办法成功 就走什么 相反的路线 那就破坏了 他马上会走相反的路线 诸位举个例子 那个球 你如果打下去 它就断起来 诸位 压抑久的人会缓弹 没有生气的人 当他有一天生气 他会杀人 那你就会知道说呢 他都是走什么 相反的路线 他不会说处在那种很平衡 诸位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 因为他心态不正确 所以他没有能力这么平衡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说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呢 在什么 在我们还没有失控之前 在我们还没有失忆之前 在我们还没有失败之前 在我们还没有放弃自己之前 请各位 请各位什么 对不对 从现在开始站起来 诸位 如果你让他已经垮了 你要去救他很困难 就像这次七二水灾 当他垮了之后 你说要重建也好 诸位 你看政府现在决定放弃 对不对 那各位 你垮了吗 还是你即将崩溃了呢 还是你准备放弃了呢 但是今天来这边的人 都是还没有放弃的人 所以呢 你要从现在开始调整回来 真的你要马上调整回来 那你调整回来了之后呢 所以你马上就会变成不一样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说一定要让别人尊重 但是有一天你自然 别人会尊重你 那是因为你值得人家尊重 那诸位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 你苦不苦 世上你是很苦的 对 家里的人也瞧不起你 朋友呢 也瞧不起你 这个社会呢 也看清你 所以这不是现实 这是你没有争气 不要常常讲社会现实 社会没有罪过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听到这样 有心想要改变吗 我看你的感情 我看你的感情 我说三尾三尾 你的感情都会忘记 可惜没法听 来来第三第三第三 第三 开始 决心呢 决心是坚定不变的心智 人为何下不了决心 各位这是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你拿出来 你为何下不了决心呢 我先问同学 不要说答案 说我说答案没意思 为何下不了呢 杨志明说什么 人为何下不了决心 因为不清楚 你是早上有给他 讨的考试见了吗 快答案在后面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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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好好好 各位这代表说 我出的考题实在是 答案根本在题目当中 你只要会看了 你就知道答案了 因为 还没想清楚 来写下来 还没想清楚 好我开始请问同学了 对 对 对 这报来 有什么出家吗 还没想清楚 春城有想要吵架嗎 有 有喔 請問一下 事業未成 觀念不振 行為偏差 又不會講話 叫我一定是拍的 所以主委 我們的學生有時候講說 事物我想當個講師 但是 他沒有辦法下天決心 有的學生講說 事物我想開店 對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下 下決心去開店 那有人講說 師父 我想考公務人員 但是這麼難考 因為好考的都被益豬考去 那麼難考 有 有人講說 做醫生也不錯喔 不然我可以考哪 中醫檢考和特考 把他看在那裡 車子就分開了 有沒有 那主委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看 那有人想說 師父我要好好修行 那主委 你為什麼還沒想清楚 那主委 我們這般 邊境青 邊境青 我看這樣差不多四十歲 知道嗎 這樣還沒想清楚 四十要不獲了 五十要知天命了 這樣還沒想清楚 不然你是什麼想清楚 那你看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敗筆 你的決心在哪裡 你沒有決心 因為你都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那你說 那有要怎麼辦 主委啊 你可以這樣啊 比如說你這個家庭主 你說 師父我做不了的 對 不然我這樣啦 師父你說什麼 我就去做什麼 好 好 我殺一本 慈海給你 麻煩你對第一季 打到最悲季 你不知道他抖喔 主委 你不要小看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我只要做得到 就代表我第二個動作我一定做得到 這個呢 有一個啦 嗯 這個有一個信徒 找一個師父啦 各位不 不是我 喔 因為我 因為我們沒有信徒 你在哪裡信徒 不然你是什麼 學生 學生 喔 各位我們沒有信徒 知道嗎 喔我們沒有信徒 他是學生 他是學生 有一個信徒 有一個信徒 去我們補找一個師父 他說師父 對 對 要有關係 對 對 要扁索就要快點去 碰公才不會沒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去找一個學生 他去找一個師父 意思說師父 我們兒子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那個師父不是說 來我在處理 他不是這樣說 他說你們兒子的事情很簡單 你回家 你回家 把那個信徒 把那個信徒 抄一千 烤八百百 把那個大杯做 黏了一萬 烤八千百 黏了 你再來找我 你兒子爬就好了 他說師父感情 他說 你不相信我 你再來找我 要用什麼 好 結果他就回去了 量到尾 他東西不高興 不好 但是呢 他們夫妻兩個 從此就學佛了 你知道那個師父的意思嗎 主位 該死就要死了 該怎麼樣 就該怎麼樣 只是藉著這個機會 我引渡你學佛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蛤 所以連鋼不肯來吹我知道嗎 這是什麼呢 這就說 有一些東西呢 你都沒有想清楚 那事實上一個很清楚的人 他都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主位 我們就說對所有的事情都不清楚 所以我們常常求助無門 當我們求人不成 我們就求鬼神 當我們求鬼神求人都不成的話 我們就怨天尤人 啊 人生的行為都差不多這樣 所以呢 所以 所以呢 我們這個問題喔 不要開玩笑 為什麼說不要開玩笑 這是你的問題 下課之後呢 下課之後呢 不算 下課之後 你回去回去 家裡 枕頭跳得高 你快點想好 要做什麼 快點想好 你要重新創業可以 你去吃頭肉可以 你要做個快樂志工可以 你要好的修行可以 你要好的研究學問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想好清楚 我就說可以 主位 你不是要做佛祖 你不是要做生命 你也不是要做大企業 你是要做一個快樂的人 請你將人生啊 這個概念很清楚的鎖定好 快快樂樂過一輩子 啊 不論你幾歲 都一樣 不要再糟蹋 你的青春歲月